我心情很激动的 因为三个月没有见到同学们了 心里比较想念 比较可惜的是 不能跟同学们拥抱 要保持一米的距离 学生们到校之前 家长们都会把他们的 北京健康宝的二维码 发给班主任 确认这孩子今天是健康的 然后第二道港 就是到我们这个测温区 测温区呢 孩子们经过这个是消毒垫 这是每几个小时 都要更换的这个消毒垫 然后来走通过这条通道 这时候就可以测温了 您的体温正常 每一个孩子的体温情况 在这里都注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